南北韓前一阵子 在这一两个礼拜 这个炮击 在这个盐平岛这附近 38路线这个反冲区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38路线划下来 延伸线 38路线划下去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北韩的了 但是它这样子有点拉上来 盐平岛在这个地方 那它打的是 它的炮击的地方 是在白领岛跟盐平岛之间的 你看都有 总共打了380炮弹 北韩轰过去 轰过去这个地方 那换句话说 没事轰这个干嘛 因为就在盐平岛这边 就在白领岛这个地方 有时候没事轰 轰它干什么 这个总共 这个设的总共是200多发了 还按炮 就在这个白领岛跟盐平岛以北 那么近 这个地方按照2018年 2018年 在2018年所签署的 919军事协议 讲得很清楚 白领岛也好 这个盐平岛也好 在这缓冲区 不能有团集以上的演习 讲得很清楚 919 2018年签订的 这是南北韩双方签订的 不可以有团集 第二个不可以有炮击 不可以有炮击 那现在开始干嘛炮击了 那换句话是这个 北韩他根本不承认 2018年所签订的919协议 因为现在南北韩 只是 还没有停战 只是还没有中战 现在只是停战而已 只是暂停而已 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签和平协议 没有中战 只有停战而已 现在还是战争状态 只是停战 那随时会爆发 会爆发 随时会爆发 那现在就在炮击 那会造成 那当然 那韩国 就南韩 南韩也做了 也做了炮击 也做了 但数量没那么多 问题就是这个 整个南北韩来看 这个 我认为 情势 没有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轻松 南北韩 南北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在 1950年的韩战 韩战爆发 我们重回一下历史 1950年的6月25号 韩战爆发 你看 直接6月20号推到这边 到7月 7月6号的时候 推到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 四如破竹 这个就是 直接下来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韩战爆发 7月20号 7月16号 7月20号推到这个地方 7月 你看看 将近一个月 推到这个地方 然后8月的时候 8月20号 两个月的时候 推到这个地方 一直到9月15号 推到剩下最后面的 剩下釜山这里了 后来 这个 美国 麦克阿瑟 美国的这个 这个 美国的军队介入 一路打回去 快打到压力江边 后来 这个中国大陆 中共 那时候毛泽东 讲到的抗美援朝 就在1950年10月25号 很好记 因为台湾光复节 直接抗美援朝 越过压力江 这个美国情报判断出 美国一直在 刚开始寒战爆发 认为中共不会介入 结果失算 也介入 后来推到 这个 推到 这个 38路线 这个样 那到现在为止 是在停战状态 并没有 前和平协议 那现在 是不是在撞争状态呢 也不是 是不是停 就不在 不在打仗 是和平呢 也不是 就是 就是这个状况 但是目前我认为 整个的 南北韩的情势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核武 南北韩的军队的人数 120万也好 这么是102万 他其实在将近 这个北韩的军队人数 是120万 现在 他的南韩的军队人数 这边是写的62万 其实南韩的军队 大概只剩下 因为他现在 有一点点 也是早指化 现在只剩下 南韩的军队只剩下 55万5千人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 我认为是第二难 核武 核武的时候 现在北韩的核武核弹 大概有25枚 核弹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是25枚啊 哪怕只有一半丢过去 一半失败 那也有12枚丢过去 那还得了 那不是就灭国了 亡国了 所以他有核武 有核武的就麻烦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的这个南韩 南韩的经济 南韩的经济 现在大概三万三千块美元 北韩的经济呢 才一千三百块美元 大概南韩是北韩 北韩 什么是北韩 北韩的收入 大概南韩是北韩的25倍 三万三嘛 他才一千三百块美元 所以他很穷 他很有钱 那怎么去统一 穷的怎么去统一有钱的 不可能 一定是有钱的人来统一这个 但是他没有 他不让他统一 因为什么 他有核弹 北韩是先军 北韩讲过的 北韩是先军 军事优先 金正恩 所以北韩是一个 很严格统治的 北韩是这个样子 你看北韩有没有间谍 没有 抓到枪壁 抓到炮决 加到潜决 加到立刻处决 是这个样 所以北韩在这方面 控制是很严密的 那北韩南韩 有没有要统一 我认为没有办法 因为北韩 北韩后面有 中国大陆 北韩后面的老板 有俄罗斯 那南韩 南韩有美国 有盟军在那边 有签订的 这个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南北韩 没有办法统一 就是这样 会不会爆发战争 有可能 只要是这个 这个金正恩 如果为了数微 还是要分散注意力 转移焦点 随时都有可能 炮击或扩大为军事事件 那个天安 天安舰就是这个样子 被急 被那个 南韩的天安舰 被击沉了之后 那南韩一直摸摸鼻子啊 有没有击沉一艘 北韩的军舰 没有 因为只有这样子 不然怎么办 都打起来还得了 万炮齐发 北韩啊 在这个38路线 沿着38路线 万炮齐发 火箭炮 发 对不对 飞弹导弹 发 那万一到最后面 他怎么可能投降 到最后用核弹 核弹25枚 发 那整个 整个朝鲜半岛 是不是就 就变成 民不聊生 满目疮痍 所以我要认为 南北韩 会有一种恐怖的平衡 恐怖的平衡 有没有办法统一 没有办法统一 各自都有 背后的 这个政治势力 或者势力范围 南韩 有美国 两万八千的驻军 北韩 虽然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没有驻军 但是军事上的互动 非常的密切 金正恩到 到俄罗斯去访问 普丁亲自接见 现在 在乌克兰 发生战争的 俄乌战争 乌克兰 发现 俄罗斯用北韩的飞弹 零件 俄罗斯用北韩的 炮弹的 这个组件 火箭炮的组件 火箭炮 推进器 还有榴弹炮的组件 北韩的 这乌克兰 这个发现 所以我要认为 南北韩 是没有办法统一的 南北韩 爆战争 有爆发的可能性 但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看他们彼此之间 有没有这个节制 但是从 这个1953年 到现在2014年 2024年 今年是2024年 这个 这个南北韩之间的 在38路线附近 都会有一些 这军事上 这些小小的事件 或者 这种炮击事件 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 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 没负担 每个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